周氏錦朗 跟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市況 周中盡昌 今天看到內房物館、售壓 還有建材股 都不是做得太好 我想主要跟剛剛公佈了 國務院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干擾有關 這個我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 我想市場焦點都是美聯署 究竟鮑威爾這麼鷹派 會有些什麼市場衝擊 或者是有些東西都值得留意 不要說一定要買 這個都會跟大家說說 重點新聞 昨晚受到這個意識影響 道指剛剛公佈出來 大概是凌晨兩點半左右 其實是急插過最多跌四百點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收市跌142點 納市跌85點 港股早段都走低 後來跌幅收窄 中午跌224點 成交到801億稍微多跌 北水淨買入是7.74億 看到芯片股 是少數有得升的板塊 而水泥基建內房就下跌了 不過好的一方面就是北向資金 上午只買入26.1億 保持得到 而且都保持著流入A股 證明其實外資對於明年 中國經濟的部署 或者中資股的部署 都仍是正面 而且似是未買夠貨的 說回來今天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國務院引發的 擴大內需戰略 經濟規劃干擾 為何內房跌這麼多 其實跌跌是民企 國企內房即是688和1109 其實今天是靠穩 因為重提堅持房主不炒 之前沒有說一段時間 大家市場都有些憧憬 亦都說到可能整個內地房地產市場 去槓桿化的工作已經接近完成 於是大家就在想 會不會支持樓價 可能除了幫他們融資之外 還可能會釋放一些政策信號 推動房地產的消費 或者一些投資的需求 但是似乎可以這樣說 去到這一刻對於房地產政策 可能暫時到此為止 於是都不難想像 之前炒了上來 應該都會有不少朋友 或者投資者獲利回套 大家小心點 可能尤其是中小型的民企內房 接下來的前景都不是太值得衝勁 再說回 還有就是議息 看到昨晚鮑威爾 簡單說說 公佈了議息結果 加0.5厘 大家都沒有懸念 問題就是 接下來加得多快 加得多快 加得多快 加多少 其實 我想鮑威爾 都是重新 其實很多事都是跟之前一樣 但他表現一個比較堅定的態度 都是重新回聯儲局 通脹目標是2% 並且他亦提醒大家 未來最終的利率 會較之前的預期是稍為高一點的 還有他都很強調 因為要壓通脹 他的說法就是一個穩定物價 對於經濟的發展是非常重要 經濟的健康運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保持利率是一個較高水平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現在看來都是合適 所以為何大家會覺得鷹派或市場 有一個比較大的反應 我想在這裏 還有看到就是 當大家市場都開始忽略或無視 鮑威爾或聯儲局 他們的一些預期或警告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做的事就是 將這件事表現得更加強烈 或者做得更加強烈 所以都是那句 不要跟聯儲局作對 不跟聯儲局作對 其實可以做些甚麼呢 第一就是不要過份樂觀 對於一些適口敏感的股份 另外就是對於相關的一些產品譬喻 其實都反覆和大家說 債這些都會長遠看好 另外 重點新聞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擴大內稅 具體其實是說甚麼呢 第一其實都是說房地產市場 那個態度其實都是一貫 相對比較回歸一個官方少少的語言 就是說我都支持居民合理的自主需求 但是甚麼呢 但是壓制投資投機性的需求 而整體的報告都是城市化 即是希望以這個人口淨流入的大城市為重點 去擴大一個保障性的租任住房供應 簡單來說類似香港的公屋概念 會在一些人口流入大城市去做 大家明白人口流入的比較多 譬如深圳這些 其實房地產價格是比較硬正 但是如果慢慢有這方面的公營房屋去提供 會不會令到房價上升空間大大減低呢 我覺得這個值得關注 或者一些銷售 即是不要說價格升不升 銷售是否會少了一個民企的市場佔有率呢 我覺得這是市場比較擔心的 另外就是全面促進消費 加快消費提質升級 這個政策上是這樣說 但是目前可見將來 似乎都是一個消費降級為主 當然它提質消費 當然它後面也有說到 就是擴大文化和旅遊的消費 它旅遊說了好幾樣 我自己看到 今天比較受惠的就是葵程 當然也和它業績有關 因為它第三季已經是賺錢 第三季本身在國內都不是一個很樂觀的環境 它都賺到錢 這個我覺得大家都值得留意一下 最後說到一樣是甚麼呢 推動汽車消費 但是它不是直接說補貼買多些車 其實這句話可圈可點 它是說由購買管理 向使用管理轉變 都必須要問一個問題 即是說 之前一些 購置汽車的補貼 這是不是購買管理 似乎是 它說 簡單來說 不做購買管理 即是說 未必是傾向補貼購買 反而會是使用管理 甚麼是使用管理 其實就是推進一些 汽車的電動化 聯網化 和智能化 即是要用得更厲害 即使用方法上 會不會產生更好的效益 去推進內需 相關的概念 我覺得是 需要有待釐清 但起碼 我看到的是 補貼似乎 就沒有憧憬那麼多 今天時間有限 先講到這裏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有甚麼問題可以留言 如果覺得我說得好 也可以留言 讚一讚 多謝大家